50多岁的老男人笑眯眯地爬上了女孩的床 这是一个让人看后忍不住即被发凉的故事 视频中的这个老汉是全村最穷的光棍 竟然却娶回来了一名女大学生 两人虽然没有结婚 却一同在猪圈里住了17年 老汉一直微笑着 女孩却始终没什么表情 只是机械地拒绝着老汉的话 记者觉得这对夫妻肯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于是就去向附近村民打听 据村民们描述 女孩是在1995年是被老光棍尼天国带回来的 当时的女孩没清莫秀 在他们村可以说是很好看了 很漂亮 很漂亮 村民说不仅听见过女孩说外语 还发现她写的一首好字 是个中卫共产党 男生 我整个高超系织织织织的相当好 除此之外 女孩的行为习惯于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也是格格不如 她平日里不仅靠读书看报打发时间 而且买东西的时候还会看保质期 村民们很快意识到这个女孩绝不简单 看样子很有可能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 有人问你天国这个女孩是谁 老光滚骄傲地说这是她从外地讨回来的媳妇 这话当然没人信 因为这个女天国不仅穷而且还懒 在整个村里是出了名的穷公蛋 她的房子以前是村里赞助给她养住的 但女天国在花光复贫款后 把住卷改造了一下就当成了住人的新房 破旧的小房子里晴天漏风雨天漏雨 但女天国不仅没有及时修补房顶 反而草草搭了一块胶纸料室 墙边制的一张木板就是两人平时的床 床上对着一些藏衣服 连褥子都没有 床底下则是一些烂砖头和铁皮 说实话这条件就算放眼圈过 恐怕也是独一份的存在了 可日子都过成这个样了 年轻的妻子为什么还对丈夫不离不弃呢 通过对老汉的询问 记者得知女人名叫何成会 倪天国这事也看出了记者的疑惑 为了让记者相信这个女人真的是自己老婆 她还专门给妻子梳起了头发 女人虽然看起来目光呆直 但还是毅然决然地说不要 记者实在看不得老头这样的表演 于是就决定要和女孩单独聊一聊 五十多岁的老男人笑眯眯地爬上了女孩的床 这是一个让人看后忍不住即被发凉的故事 视频中的这个老汉是全村最穷的光棍 竟然却取回来了一名女大学生 两人虽然没有结婚 却一同在猪圈里住了17年 除此之外 村民们还悄悄告诉了记者一件惊人的事情 那就是和承惠刚到村里的时候经常试图逃跑 但每次都被倪天国发现病抓回来 为了防止他再次逃跑 倪天国就把和承惠锁在了饲养家庭的屋子里 从这一夜后 和承惠的精神就不太正常了 听到这里 记者已经基本确定和承惠是一名被拐卖的大学生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记者趁倪天国不在场时突然用英语向和承惠提问 可这时的和承惠 和承惠显得十分惊恐 眼睛时不时四处张望 随后记者又拿出一本杂志想看看他是否认字 这时和承惠死地盯着重庆两个字 于是记者马上问他家里是不是重庆的 可和承惠这时的眼神又开始四处乱瞟 原来倪天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旁边 记者随后亮明身份要求他暂时回避 果然不出所料 倪天国离开后 和承惠很快就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家庭信息 包括自己父亲名叫和开旨 还有准确的家庭住址等等 记者拿到地址后马上就驱车赶往了重庆 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和开旨 通过记者拍摄的视频 和开旨一言就认出 这就是他十几年前都失的大女儿和承惠 和承惠如今的模样让老父亲瞬间热泪盈眶 他无法想象女儿怎么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通过和开旨的讲述 记者的治和承惠在九十年代就考上了绵阳科技大学 就算家里当时生活困难 但父亲还是东平西凑接了八千元公和城会上学 没想到女儿却在大一室突然失踪 家人十几年来找遍了全国却依然杳无音讯 一度以为女儿早已不在人世了 和开旨得知女儿的下落后不禁悲喜交加 当即决定和记者一起前往四川 而当倪天国在此面对镜头时 他知道自己的秘密在也守不住了 于是干脆就承认了 五十多岁的老男人笑眯眯地爬上了女孩的床 这是一个让人看后忍不住几杯发凉的故事 视频中的这个老汉是全村最穷的光棍 竟然却取回来了一名女大学生 两人虽然没有结婚 却一同在猪圈里住了十七年 在记者的追问下 倪天国终于承认和成会是他花了一百二十块钱棺材本 从人贩子手里买回来的 回来后就一直将他关在猪圈里 期间和成会也曾试图逃跑 可每次被招回来就是一顿毒打 用倪天国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一年后 和成会终于疯了 他变得呆呆傻傻 拉里拉趟 然而倪天国在被记者戳穿谎言后 反而更加肆无忌惮 他说自己早就知道和成会的家在哪里 因为这是和成会自己告诉他的 但这反而让倪天国更加谨慎 面对倪天国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 记者已经无话可说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老头还有第三副令人厌恶的面孔 几天后 记者领着和成会的家人一同到来 久违重逢的女儿见到父亲眼中 却竟是胆怯和冷漠 反倒是在看到妈妈和美美的照片时 才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当父亲走进倪天国猪圈一样的家后 十分愤怒 他质问倪天国 科比和开治年纪还大着几岁的倪天国 这是缺一口一个爸爸的不听道歉 倪天国似乎是很想给和开治留下一个好女婿的印象 似乎这样他就能允许女儿继续留在这里了 不过后来和开治还是把女儿带走了 但令人不解的是 离开前他虽然对着倪天国放了狠话 天知道 你知道 要不是那好人今天我要跟你打死 你知道就知道 对对对 感谢爸爸 可最后和开治还是给倪天国留下了一千块钱 让他去买床被子 说实话这样的结局我真的没看懂 当年的人贩子不知所踪 当年的施暴者也取得了家属良解 真正的受害者只有何成会一个人 而导致他悲剧的那群人 一个都没有受到惩罚